非常感谢泰国北京组商会 中国贸次会驻泰国代表处 北京市贸次会 河南省贸次会 组织的今天这场研讨交流活动 借此机会 我向各位领导和中泰两部的企业家 想要介绍一下 北京两区建设的有关情况 重点介绍北京两区建设 将为中泰企业带来的合作机遇和商机 泰国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已经连续9年成为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于今年1月1日已正式生效 这将对包括泰国在内 和中国的相关企业合作都将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数据统计 今年的1到7月 北京与泰国双边贸易额达到129亿元 其中出口40.8亿元 进口88.5亿元 2020年9月4日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宣布 为更好发挥北京在中国服务业开放中的引领作用 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释放区 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这就是北京两区的由来 两区就是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释放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简称 可以说两区是北京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名片 第一个区是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释放区 北京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国家富裕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释放区 那么这方面就包括了对开放领域门槛的降低 政策的突破管理的创新等等 那么所谓第二个区就是指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 那么自贸区即包括了2020年中国北京自贸区 扩批的包括总面积119平方公里的三个片区 同时也包括2019年中国河北自贸区里面的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的面积达到9.97平方公里 应该说两区弹阔了目前两个全国的唯一 第一个唯一就是唯一能够享受两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功能的区域 即北京即可以同时享受北京和北两个自贸试验区的有关政策制度的措施 第二个唯一就是北京是全国唯一的服务业不大开放综合的释放区 可以说两区政策红利叠加 行金量非常之高 下面我想重点介绍我们两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将从三个方面 即更好的服务外资 更好的服务外企 更好的服务外籍的人才方面 来介绍两区建设的有关政策红利 第一就是在更好的服务与外资方面 那么在争取外资种入方面 北京既适用于外资种入的负面清单管理 行可以通过两区的政策 在一些服务业领域进一步放宽外资种入的限制 在这方面是全国唯一 比如我们在全国率先取消了外商投资性公司的有关条件限制 取消在中国投资企业数量的限制 投资总额的要求也由4亿美元降至2亿美元 在争取承拨大外资种营方面 为推动企业在中国市场有良好的发展机遇 北京允许外资机构全面参与QD LP QF LP试点 北京QD LP试点额度已经增加至了100亿美元 允许外资银库作为证券投资基金的口管资格银库 那么第二方面在更好的服务于外企方面 我们相继出台了若干的政策 比如包括鼓励总部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投资便利化改革的新入方案 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发展的措施 以及提升跨地区跨境投资便利化的 升跨资本项目便利化试点政策 31项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改革措施 那么在提升对外资企业服务水平方面 我们推出了服务管家和服务包的机制 打造于重点企业对话的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全面推荐企业政务服务事项 一网通报企业合理诉求结束期办 同时在加强万丈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保护 构建从投资促进到权益保护的权益差别链升开 第三方面就是在更好的服务于外籍人才方面 首先在提供工作便利方面 我们创下了国际人才创业从业的 多个全国第一 比如支持外籍科学家领衔 称当政府支持科技项目 推动持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籍人才 在创办科技型企业方面享受 国民大域 首创实行外国人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 一床受理两政联办办理事项也压缩了一半 首创实施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机制加配套的便利政策 拱动推出国际职业资格认可目录110项 并在签证办理 工作许可办理 绿卡办理方面给予更加便利的政策 在提供生活命令方面 北京正在建设八个国际仲才社区 增设了23所国际学校 在八家试点医院 抗索开展国际医疗保险实施结算 推动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便利化应用 在华永久居留身份证 基本实现等同于中国居留身份证的功能 可以说我们两区建设两年来 那么在推动服务外资 服务外企 服务外籍人才方面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和抗索 一是同时 一是更多的外资企业和外籍人才 确实感受到了北京两区政策 带给他们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便利 最后呢 我讲要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快顾企业如何参与北京两区建设 到北京投资信业发展 我们建立了线上线下两套综合的服务体系 在线上 大家可以登陆北京市政府国际版的网站 了解相关的资讯 我们还上线了专门面向外界人士 提供信息服务的易北京 客户端 提供政策解读 法律咨询 创业投资咨询 等二十余项的在线服务 在线下 我们对在京的重点外资企业 配备了专属的服务管家 提供定制式各页的专属服务 有什么朋友们 北京两区建设 为大家带了许多过去没有的机遇 更为北京和泰国两地深入合作 提供了新的平台 我们热诚欢迎 泰国企业能够用好用足 北京的两区政策 享受北京改革开放更多的红利 我们也非常期待 各位能够帮助我们 多宣传两区政策 把好的项目引到北京 共创北京与泰国合作 互赢的美好未来 谢谢